乌乌有一间老子好包子店开了四十几年 老板用料实在 每天限量供应两百个 每到下午出炉时间 就会有很多死忠的顾客上门排队 说这个是全澎湖最好吃的包子店 而且老板夫妻党都是韩粉 他们很想问问韩国鱼店里头的包子 可不可以参加高雄的土包子大赛 将面粉豆入搅拌机 老板比例拿捏恰当 知道怎么做包子才会好吃 肥肉不能太多 瘦肉也要有一定的比例 这间位在澎湖健保局附近的老字好包子店 老板一大早就紧闭门窗开始和面 和好的面还得盖上白布 就怕面团受寒口感不佳 由于老板用料实在全手工制作 因此每天限量供应两百个 因为又是手工的 不是机器做的 所以没办法做那么多的量出来 老板从小就和母亲 习得一手做包子的好手艺 四十几年的老店 虽然最近换了地方 但一到下午包子出炉的时间 就有许多死忠老顾客找上门排队等候 他们家是我吃过澎湖里面最好吃的 我排了半个多少时间 包子的颜色有一点不一样 它的颜色比较微黃 不然市面上的那种纯白色 都有加一些调排器 老顾客排在久也甘愿 因为老板每天文体现载猪肉 分手比例独门调配 包子外皮Q弹内馅饱满多汁 不只有包子好吃 店里的花卷 馒头 红豆包 挂包 更是让客人赞不绝口 我们也想参加土包子大赛 老板娘不但想参加土包子大赛 更支持韩国瑜选2020总统 挺韩态度也感染到店里的客人 土包子韩国瑜选总统 战啊 动算 动算 再动算 土包子效应扩散 外溢离倒澎湖 记者澎湖综合报导 直播子庭 币西沛 富酮 优优独 distress